这个车子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这是家家丢失的前两个月给她买的 我一直给她保存着 当想她的时候 我就会看看这个车子 想想她当时骑这个车子的时候那个身影 我是1986年2月23号 生下我的儿子家家 非常的聪明 可爱 健康 不幸于1988年10月17日下午的六时左右 她爸爸从幼儿园把她接回家的途中 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大街金铭酒店内 孩子说要喝水 她爸爸就是两个杯子来回遮的 那么几分钟时间 一转身就再也没有看到孩子的身影了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找32年 我也没想到 只是一个一个的 一年一年的去做 我也在想只要我一直在荀子路上 我就会有希望 我去的最多地方应该是河南 几乎河南的每一个县我都跑遍了 有的一个村里边可能都七八个孩子 都是买的 除了西藏 新疆 青海 我没有去过 其他的省市可能都跑过了 看一个不是 看一个不是 哎呀 我觉得那种打击是 哎呀 让你又有活不下去的感觉 其实在20年的春节之前 我收到了有三个举报线索 我把这三个举报线索 就都转给我们先是打拐部门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儿子 但是我不放弃每一个线索 在疫情期间都不能外出 我又把这三个线索 我足一地又自己又反复地斟酌 再看哪个更像一些 当我拿到第一的复合报告的时候 哎呀 我这个时候我觉得 不再是梦了 这是真的 我真的把儿子找到了 我看我是18号认清的吧 我是15号好像是15号到了西安 我应该是17号晚上还是16号晚上 知道就是我西安父母这边的一个真实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知道以后我就拿到我手机 在网上查嘛 去百度嘛 那个时候我再一看 她是我妈 我见过她嘛 我见过她 因为我在网上看电视看过嘛 当我就是帮我妈的一个消息 一看一找 然后我知道她是我妈 找过32年 其实那一刻我就对她心里面 就没那种怨恨的 也不恨她了 我就接受了你送我妈 就是她向我跑过来的那个动作 一扭一扭的 还是跟丢的时候一个样 只不过就是 高护了 我的儿子 你去找我三十多年 不来了吗 我到四个人才不得了 我还有一个生母啊 我让我妈抱抱你啊 妈 妈 我哭了吗 我哭了吗 我回来了 在这回来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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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澡姐 这个我说我36岁 我现在都 老婆戴极吐了 叫叫叫叫 我都想你啊 家家啊 三十二年了 我老子拿个纸来擦一下 一直拿紫绝子去的 我离老眼了 我给家招手了家人的笋子 我心想放啥呢 我看的时候看着衣服瘦嘛 但是脸色不对 黑的不得了 我当时还在想 不会去天津看黑了这么多吧 然后我妈走进了以后 我到那里瞧 我说怎么没对的 怎么黑的不均匀 家弟弟不是下狱了 又忘了搭讪嘛 都离下来了 我的儿子回家已经有一年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每一天 每一天我都在这种喜悦中 第一次怀疑的话 应该是初中 初中的时候 因为 就是能明确地 感觉自己 感觉欺负就是不对的 作为父母的 自己的孩子生个病啊 被人欺负了 作为父母你肯定都得出面 我家里面就不一样 我是他那边的爸爸 我就先养父 他对我来说就是 不管也不问 我和我养父 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来 他对你也不关心 不问 不管 也不顾 他就管他了 他就是相当于很熟悉的一个人 但是非常非常陌生 而对于我来说 我这一辈子 感觉到非常非常缺憾的就是 我失去了和我孩子一同成长的 机会 时间 也缺少了 和孩子在一起的 母子 亲情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残忍的 是很残忍的事情 我有能力养我儿子 我有能力教育我儿子 我也有能力陪护我儿子 但是我都被剥夺了 来 小菜三个人坐在这儿 我只要坐红烧就行 不吃都行 别别别 我只有点劲 味道好得很 我挺烂的 挺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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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很 我吃做红烧 做红烧有点心的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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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点假 太假太假 太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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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我把他孩子找到了 把孩子找到了 哎呀 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就整个他呢 就是一个生活轨迹海变 生活从新的开始了 以后 再以后呢 就是 呃 又从头开始 会把这个遗憾补足的 我就弄了排骨 一绝 排骨 牛肉 红烧 红烧 有很多这些丢失孩子父母和我 有三十多年的寻子的经历 我们也在此建立了非常非常 甚是亲人的那份感情 所以我的孩子找到了 但他们的孩子还没有找到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帮助 我的努力和他们 他们共同走下去 直到他们的孩子找回来 嘿 看得出来 稍微挂一下 画一下就出来了 不行 不能纯白 木纹就像 有点像这个 比这个颜色再浅 比这个颜色还浅 哎呀 那不是纯白的 那就是那个 那叫啥那种 木纹 橙色 这个白 白象 白蜂木那种 白蜂木 嗯 嗯 从这上去 对 他们的柜 对啊 他这边不是柜子 有柜子上去 把这边的家具搬过去 因为我来 刚刚开始我认亲的时候 我养父跟我说的那种 和这边说的不是一样的 我养父之前跟我说的 他刚刚开始说我是 我是和他的一个 另外一个情人生的孩子 然后我当时 因为当时听到这个 我是不行 不想认的 我说 哎 我说你把当时 生了我 不要我把我丢了 现在我长大了 你还来 你就到过来来找我了 我说你这么不早点来找 嗯 所以有这样的 怀疑过自己 有这样的被拐经历呀 或者送养的 你就得出来找家 你不找家 父母是很难找到你的 因为他们找了 现在找孩子 基本上都是找了十几二十年 三十年的 甚至有些找了四十多年的 都有 都有 最后找到自己死了以后 都没找到 其实对这些所有的父母来说 他之所以找你 他是心里面放不下 他是想看看你 你是否还活着 我相信你能爬上去 爬不上都知道 如果你在数个三十 我也没有想到 在我找到的第三十个孩子 就是我儿子 就是我儿子 我当时就是在想 我一个一个地找 我就不相信我会找不到 这个八年到现在多少年 四十万年 因为他的养父至今不说 我儿子怎么到他手里边呢 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破 西安市公安局也还在追这个案子 也想将这个人贩子绳子以法 我的孩子怎么走失的 被谁暴走的 我很想搞清楚这个事情 这个人是谁 也许会受你头摸瓜 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 回归到他亲生父母的怀抱 去年家家回来的后 我把这车子给他的说 我看你现在还能坐吗 家家说等我 等我儿子在坐 我觉得这就是传家宝吧 其实刚刚接触 18号回来的时候 我妈还有一点陌生 那接触几天以后 就感觉陌生感就没了 我妈就感觉 就是相当于很久 没见到一个亲人一样 那陌生感就没了 然后有什么事我都给她说 慢慢的在她身边 我也觉得怎么说呢 挺舒服 挺温馨也挺温暖的 让我感觉自己这么多年 有那种 就能感觉到有家的感觉 我说等我有孩子以后 我就在她坐在这个车子上 我给她拍一张 我没体验过 让她体验一下 留个纪念 这叫传承 哈哈哈哈 三十二年 终于找到了我的儿子 可是我觉得我和儿子 好像没有那种生疏感 和隔阂 相处得很融洽 我也在 享受着母子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记得我又一次 趴在我儿子的耳边 说了一句 谢谢你儿子 你的到来 你的回归 让我重新感受到了 做一个母亲的幸福和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